道生 这期能跟我们讲一下 绝地天通的故事吧 绝地天通 其实按照我们这个时间线上来讲 其实是整个远古时期 整个大方人类 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也可以说是绝地天通 是达到了人界的 整个人族势力的巅峰 之后就慢慢开始走向衰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绝地天通是一件 人族和整个神 神人 或者我们就要讲 外星人争斗的一个顶峰 之前外星人或者神人 对整个大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势力会影响到 有一些原始的人类的图腾的崇拜 神明的崇拜 大方只是很大 这代表我们中国的土地 但是在这片土地上 炎帝和皇帝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 他们就暗下决心 要摆脱神族对人类和或者大方世家的影响力 他们第一个要统一的思想 就是说我们要团结所有的人族部落 那这个时候就是会出现另外一个 就我们之前讲过的蚩尤 蚩尤是号称兵主 也是其实是在当时人族的武力之巅峰 整个几乎是人族无敌手 包括天界的神人也有很多被蚩尤所征服 或打败 其实能和蚩尤相对抗的 在炎黄大战里面就是有一个人叫应龙 应龙就是一个非常亲近人族的一个神人 他是皇帝部落的 他帮助皇帝完成了很多事情 但是最后也是和蚩尤的对战中属于是两败俱伤 也是让皇帝是显胜 但是蚩尤的这个个人武力 个人能力值 达到的这个巅峰 人族巅峰的印象 也给皇帝部落的一个人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甚至他他更崇拜的是蚩尤 这个人其实就是皇帝的孙子 也是完成绝地天通的重要人叫专虚 昌义的儿子 那个时候他就在看到这个蚩尤在逐鹿之战 九战九胜 打败皇帝部落的这个阵型的时候 是看到这一点 那皇帝他是拥用的各种阵型 比如说八卦 比如说丰厚 那个奇门遁甲 排兵布阵 各种适用一个集体的智慧 这也是吃优为什么不会胜利的一个原因 因为如果单靠一个人完成 那一旦吃优走后 谁能继承呢 而严皇选择的是团结一切力量 大家共同去面对 人族去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其他部组 我们之前说过的九尾狐 青秋 一些瑞兽白泽 这些就是我们大皇传统的一些神兽 来帮助这些完成这个任务 那专虚本身也是喜爱个人武力 这一点就继承了这个吃优的这个兵主的这个这个个人的勇武 专虚本身的能力也非常非常强 他有利了大皇 整个四面八方他去游利 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个人武力之方面 或者说个人能力方面也是很强的一个存在 在那个时候 然后人族的各方的就是优秀的后代 聚集在那个时期完成帮助他完成绝地天动 但人族其实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首先我们看到全世界就有一几个事件 记录下叫大洪水事件 在同一时期无论是中国啊或者西方啊都会有 西方有诺亚传说嘛 玛雅文明里面也有记载着大洪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会引起的呢 就是天的这个脊梁断了 这个水就倾斜了 那在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有一个中国的这个神话故事 叫做贡公怒撞不周山 那贡公是是炎帝不足的 他本姓江 专虚帝 他姓姬 是皇帝不足 在我们的神话故事中有一个编创是讲座 是贡公和专虚真帝位 输了所以怒撞不周山 其实按照我们传统经济将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协同完整 就贡公用他自己所有的能量 我们把不周山可以比作可以说是山 也可能是比作一个神人在这个沟通 大荒这个世界来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 这个联络点首先要被短掉 这也是绝地天通的第一个开场 我们可能用了一些谋略让别人觉得是贡公和专虚帝的一个争斗 也有可能其实就是要按住陈仓让贡公过去 但我更倾向于贡公和专虚帝 作为炎黄部队的传统联盟方 一定是合作的通力去做点 但是贡公是以牺牲自己完成的 因为在后期贡公有个儿子叫后土 他帮助别地天通是完成了另外一个步骤 专虚帝他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这个人族的或者说能人义士 或者叫勇士一起去完成 不是专其第一个人去完成 那贡公怒撞不周山以后就会造成了引发了大洪水 引发了整个一直肆虐大荒的洪水 这件事情直到什么时候完整了 大雨治水一直在治 这个洪水的泛滥程度一直很厉害 一直影响着人族的生存 所以直到大雨就治水才完成 但是这个起因就是因为贡公怒撞不周山 就相当于炸了个水坝 这么理解吧 但是可能不是完全恰当的比喻 就是在不周山的过程中贡公是完成了这个状态 当然了他也是在这个江信部落的另外一个大能的协助下 这个人就叫火神祝容 以前讲水火不容 其实在神话故事里面就是祝容和贡公打架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其实这两人都姓江都是炎帝部族的主事 他完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那在完成这第一步也就是说绝地天通 要隔绝天地之间的联系 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步的或者序幕的开章 就是贡公怒撞不周山引发了大洪水 那后面其实主要的故事的主人公就在专需 那专需他的伙伴当中有虫有梨也是他的两个亲兄弟 是昌宇的另外两个儿子 还有一个叫耶宁 还有一个就刚刚讲的厚土 那厚土他做的是什么 其实在皇帝时期 发现了一个地方叫幽都 这个地方他没有什么森林的成长 他阴气很重 但是很好玩是大洪中所有死去的森林 总有一丝魂魄或者一丝能量 被这个地方所吸引 在这个地方能够居住下来 这是个特性 这个特性在哪里 现在讲究丰都鬼城 就在西南地区 我们昌义啊 他游历专需地就诞生在西南 整个四川那个地方 所以跟三星堆是有着莫名的联系 幽都也就是后来的丰都 其实就在那块里面 在整个大洪里面有这么一块特殊的领地啊 然后他其实是和所有的这个人间或者大洪是共同存在的 那上报了以后呢就让他去调查 这个谁去调查的就是共同事的儿子后土 而后土也特别喜欢这片头 因为在幽都里面也有自己独特的森林 他非常的热爱 他非常非常的热爱 这个地方一方面是炎黄部落派他去去查看 就待在那边有什么特殊情况啊 汇报一下 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一方面他本身也很热爱这个地方 他也是专需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那专需完成绝地天通 也就是段昆仑 有很多叫通天见墓 有好多地方 其实大荒道人间不止一个交通站嘛 还有很多地方 这时候神人或者外星人一定是不愿意 他不愿意放弃这块资源的肥沃的土地 他也想要有一部分包括山川河流 那他就和虫和梨和耶宁 包括后面我们会说到的一个英雄 叫做大义 也是我们传说神话故事的后裔摄日 后裔摄的日是十支金屋 我们叫十日凌空 三体里边讲三个太阳三个恒星 就已经让这个三体性不行了 我们曾经面临的叫十日凌空 十支金屋 大义摄掉其中的九支 这十支金屋 他们的父亲是谁 在神话山海经是帝君 帝君就相当于是外星人的手 我们给他一个称号叫天帝 人帝人皇 这个三皇五帝就皇帝 他们就明白 就其实人族和神族之间的直接的较量 他们的母亲叫西和 就是金屋的 就留了一只 就留了一个太阳来维护 虫和梨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了 为了和天界神人的争斗 神人也去掉大部分的势力 这个在争斗过程中就非常的惨烈 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叫时间之神 我命名为时间之神 叫耶宁 耶宁 我们原来的比如说四十啊 比如你看我们的太阳都是神 幻化的那太阳 其实很多的东西的掌控都在外星人这一块去掌控的 我们能得到的资源是非常少的 在这场争斗中的为了重开天地时间 我们耶宁就把自己跑到最远的西方 日落之地 为了让太阳重新升起 它化身为时间 化身为规则 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后期 这个神话公司描写可能很轻描淡写 但我们可以想象中可能 离我们的想象力还是很遥远 它到底用什么的方法固定了日月星辰的重新的走势 能够有季节能够风调雨顺 所以我们尊敬的称耶宁为时间之神 那这场大战当中有很多人牺牲了 就顶弃了一些职责 会让秩序得到重新的一个发展 我们可能以现在的想象力都很难去理解 包括公公区壮不周山 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但我们知道这些人 这些人的名字已经被山海经的作者记录下 诸多神话故事当中 它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耶宁就是把日月星辰重新又在天空中 按照我们原来需要它的顺序固定下来 所以我们尊称它为时间之神 原先操控的神人肯定是被斗争失败了 专序地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后组 因为大荒是有幽都的 就这片土地是很特殊的一个存在 在这场大战中有一个有大洪水 也引发了很多结构性的 相当于地震 或者说我们能够地震只是一个比喻 就是这种争斗当中让幽都非常的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使得里边的森林也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那后土非常热爱这片土地 所以也是拥当于在神话故事中牺牲了自己 去稳固了整个幽都境或者后面就我们讲的敏捷 黄天后土 所以我们有一家后土娘娘 后土娘娘是我们道教神话中又创出来的一个神史 就相当于观音菩萨以前是男生 后面变成女生 因为他这种牺牲精神 就把他女性化一下 但实际上后土在山海境里是共工的儿子 他最后以自己的身体为了稳固残破不宽的幽都境 他融合进去 他为了他所热爱的那片小世界 但同时那片小世界也慢慢的从大荒中退去 他不能够平行存在了 他形成了另外一种空间 而这个空间有个特殊的属性保留 就是所有在大荒上死去的森林 总有那么一丝能量 或者我们讲魂魄会被幽都所吸引 就慢慢就变成封都 其他人看到的只是在这里边的管理者 所以我们讲的封都的整个空间 其实就是后土所化 因为他后土地形二次加固 就是后土所做出的牺牲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绝地天通 就是断绝了天与地的一个关联 然后警发了大战 然后在这场大战中 因为有很多不稳定的 比如神族有死亡的 然后人族有大量牺牲的 最后就形成了封都这样一个地方 这在大荒中形成 然后我们所有的时间规则 重新就是有一些人族的牺牲的勇士 然后这场大战剩下来的 只剩下了一些能人当中的专需还在 但专需可能也元气大伤 所以后面就要传位了 人族就他完成了以后 他其实所有的努力也就是三代人的努力 皇帝 炎黄一代 他的父亲 玄宵昌义一代 到他三代彻底在绝地天通 这件大事情上完成 所以绝地天通是我们人族的一个非常顶峰的 绝对的顶峰 因为他能和直接和万星人 神人所对抗 甚至胜利了 这个叫吃油的大战 你会看到神人还在互相帮忙 神人其实为什么特别希望炎黄和持油的大战 因为人族的力量 无论怎么样是你们人族的内斗 一定会消耗你们自己的力量 但是经过这一波的生养休息 又重新聚集了一批能人 而这批能人在专需的代理下 就完成了这个控制 但这个控制也会带来一个后果 就所谓的天地灵气越来越稀小了 或者我们人类就是传承也会断掉 你看我们那时候有那么多的大能 从离 专需 大义 那个后土 耶宁 这些都是共公祝荣 比肩神人的大能力者 都没有这样的传承 慢慢慢慢就断掉 但是给到我们 就是我们不再受外星人的所操控 可能我们的山川河流 以前要拜山神拜河神 当然了 这些神人还有一些人没来得及回去的 就遗留在人间 就比如说大洪水当中 里面有个很著名的神人 最近好像有个电视剧在讲 这个人的名字叫项柳 项柳有九个头原来 大雨治水 砍掉一个头变八个头 据说逃到了往东面逃 逃到了一个叫福僧 那个地方有个神话叫八旗大蛇 都是有关联的 有很多的就是一个关联 上海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比如说你看上海宁首先讲 叫海内东京 海内西京 海内 基本上都是在我们中国能找到的 海外 我们大概率都要到可能整个地球的其他地方能找到 好那吴旺回你觉得砖需要做绝地天通的最原始的动能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从那爷爷开始 其实在炎黄部落时期 包括你看吃优这个时期啊 神人对这个地的影响里包括从我们之前上古三皇 一直有 而且是很大的 因为人族比较弱小 比如说我们那个刀根火种的年代 我们是靠天吃饭 这个靠天吃饭在于什么呢 在其他的全世界的一些民族里我们叫做活人祭死 包括我们现在看今天的风神榜里面就是祈求老天 这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族是要付出牺牲代价 这个西人代价是不符合我们人所想的 是不是像奴隶一样 呃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的身杀大权 你的生存权 今天下不下雨 今天太阳怎么样 都是被神人所操控 我们可能就有点像剥削了嘛 我们有一部分自己的东西会被上交了 而这个这个全世界你放到任何的民族当中 只有中国神州大地华夏 华夏这一块 为什么会说我们会不希望被剥削 希望能够天地人达成和平 我们不能说完全当家做主 但至少是一个平等对待 我们不希望被奴役 这就是我们古字里炎黄就开始 炎黄包括专需 包括吃优 这个三方的强者有点像三国典 炎帝和皇帝绝出了一个就是合并成为炎黄联盟 去和吃优对抗的时候 神人对里面的世界就两方平衡 恨不得你们人间两败俱相 我能更好的控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经过了两代人的生养休息 所有的能人都汇聚在 我们一定要摆脱外星人 因为他的能力更强 所以其他民族都是靠老天来救 诺亚方舟上帝帮你造一个船 上帝来救救你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只有我们中国人就是大鱼之水 靠自己敬畏天爱 所以我们的神话故事当中 你去看到有一个很清晰的主线 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不求他人 我们全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们整个民族 绵延至今四大文明古国 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自力更生 深深不息 我们的骨子静永远刻在这个民族里面 一旦遇到了极其强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会冒出了现代里面的你看到 冻村瑞蛇神炸雕堡 邱绍云被火烧也不坑一声不动 很多人认为不可能 黄继光能堵枪也 就是为了整个民族是自愿牺牲 在专需地也是一样 他没有想到会那么惨 他的那些手足 他的那些朋友 他可能从小游历在一起的玩伴 他是到了那个阶段 只有我去牺牲才可以做 公公怒撞布州山就有点像蛇神炸雕堡 就可以理解我明白 然后那个配合的祝荣 在那场大战争最后的结局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后面已经很少有祝荣之名号了 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在某些事情上 他牺牲 我们也不搞神灵崇拜 我们甚至和一些神兽也能达成共识 我们和神兽也能很和平的在这个 比如瑞兽 比如说白泽 比如说九尾湖 清秋 涂山市帮助了大鱼来制水 我们有太多的来帮助的这个应龙 凤凰 玄鸟 就是大荒当中都不想被努力 这个是贯穿在我们整个 就是我们是大荒的主人 我们不希望大荒被其他的种族 或者是被侵略 所以在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人族的奋斗故事 浓缩在我们的整个的神话故事当中传承下来 而别的民族别的地区就很少有 就浓缩在我们这个绝地天通这个故事 其实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这最终是胜利的 但是是惨胜